我叫姚顺武 是安徽省涉县深度镇的一名普通党员 我是喝着香安香水长大的 对于香安江流域的变化 我再清楚不过了 自从我成为党员 当了村干部之后 亲自参与了香安江流域的治理 香安江在以前没有治理的时候 它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岸上的垃圾和污水 没有收集和处理 江面上的垃圾也是漂流的 那么十年前 我们开始到香安江流域的治理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岸上的养殖厂的关闭 和有无养工厂的关闭 包括了我们采取垃圾集中收集处理 无水接乌拉广 那么江面上的垃圾大楼 还有我们沿岸的这些渔民 实行了叫退养和退补 靠近江岸的土地也修耕了 我们从2019年开始实行了退补 渔民转到岸上来做旅游服务 和我们岸上的这个种植业 那么这样子就能把我们的这个溢江清水 得到很好的保护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跟我们其他的河流 流域一样都搞乡村旅游了 我们的群众在从这个旅游的服务当中获得效益 由于这个环保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 这个没有污染的这个产品 是市场所受欢迎的 我们现在是一江必水两清场 我们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马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